BWF世界羽球巡回赛 Super 1000系列的印尼公开赛 南单冠军战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对决丹麦好手安东森 苦战三局91分钟2比1获胜 成为台湾羽球史上Super 1000等级的南单冠军第一人 尽管第二局出现了争议性的判决 周天成表示 我们不能做什么 就能把态度做好 然后去把这场球把它完成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任务 因为我觉得在那次 正义性的判决之后 我想地主的球迷基本上都是 压倒心的支持我 那我觉得这就是让 更多不管是在印尼的球迷 这些穆斯林 更多的听到神的福音 让他们知道 打球也不是就是为了赢球 而是他们也是 看到你态度吧 祝天成接下来将朝2020东京奥运前进 他谈到对奥运的期待 期待上帝的作为吧 就是我在等候神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个美好的事情发生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要预备很久 不管是说我在场上的这些态度 或者说场下这些训练 甚至是宗教会的带导 我觉得都是不能少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场上不仅是一个球员吧 我也觉得我也很像一个传道人 然后用肢体语言去跟大家传讲我的态度 我里面是耶稣 蛮希望我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可以 继续的不管是场内或是场外 对社会的这些好的影响力 都可以发回去 看到周天成以耶稣的心为念的态度 在球场上为子发光 相见上帝必使用他继续荣胜一人